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事了大伙赶紧存菜谱去哈 第一个问题来自养生的韭菜鸭血羹 一碗没有鸭味只有鲜味的羹汤 想必是寒冷的冬日里窝心的料理了 无论在外面遇到多么扎心的事 也能给治愈咯 B站上的小伙伴 看看啊 我追啊追啊追 问我们说 没有鸭血可以用猪血或者豆腐代替吗 这位小伙伴你也是很任性哦 直接把我们这道菜的主角都给坏了 鸭血和韭菜可以说 是一个很经典的搭配 虽然鸭血和猪血都是动物血 不管口感上还是有所差距的嘛 猪血吃起来会有点老 比较粗糙 哎呦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比较有年代感类型的了 那我也就不能阻挡了 但鸭血就不同了 口感细腻不滑 而且营养价值的鸭血也会更好一点 我大南京人为什么要如此为鸭血打call呢 首先 出厂之前经过了高温处理的鸭血 没有血腥味 更不会有骚味 饱乐菜的呢是飘着一股鸭香的味道 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折上了胡椒粉 刻起来啊 真的非常香喽 正月你提到的豆腐呢 我是建议可以一起加进去嘛 应该也很不错的 有机会南南京吃鸭子哈 看看我们是如何一年吃掉一亿只鸭子的 第二个问题来自造型萌萌哒的甜甜圈 周末我还在朋友圈看到有小伙伴做了这个甜甜圈呢 记得叫做耶哟 B站上的小伙伴南山小要过我们说 为什么用低筋面粉呢 甜甜圈不是面包吗 嗯 鼓掌 这个问题 问得好 听我来叨一叨哈 我们一般在外面看到的甜甜圈呀 都是油炸的 包括你看电影里面啊 美国警察爱吃甜甜圈 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豹子警察爱吃甜甜圈是吧 那种油炸的甜甜圈啊 就属于面包 那个呀是用的高筋粉 但我们这次做的这个 你看哈 最后是送入烤箱烤制的 其实啊是按照蛋糕的步骤来做的 环节里面有打发的步骤 是吧 翻拌的面糊 挤入模具 对吧 所以啊 这个是烤箱版的甜甜圈 造型和油炸的 某一看差不多 不过口感上还是不一样的 烤箱版的呢 更加的蓬松 绵软 是因为啊 少了炸的步骤 热量呢 会低一些 怎么样 是不是让人 爱吃甜食 又害怕长热热的女生 发现了心大乐呀 不过啊 在造型上也花些功夫 给个小建议 你在画那个眼睛啊 嘴巴啊的时候 装巧克力表花袋的口子 剪得稍微小点 不要一下子结膿了 慢慢调整 这样就会画出朦胧的小兔啦 第三个问题 来自藏着宝贝甜蜜剑儿的爱窝窝 甜蜜软糯 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小吃 每拍上的小伙伴 瑶瑶和妈妈问我们说 可以不放芝麻油吗 冬瓜糖换成其他糖 可以吗 嗨 瑶瑶 你是和妈妈 一起在看我们的食谱吗 做美食也要从娃娃抓起咯 那我们就先从多吃开始吧 爱窝窝是一个传统的北方小吃 放芝麻油呢 是一个标准做法 可能那边就是喜欢这种味道了 你可以尝试 当然 尝完了 你也可能不喜欢 比如我也不太能接受 那么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改良咯 不过改良完了 就不是爱窝窝了 变成了私家甜蜜糯米团了 那里面的密件内容 其实也可以换嘛 像是红枣啦 蜜枣啦 果然干啦 各种果干都是 感觉是一个可以搭配的小典型 看你能做出多少花样来哦 第四个问题是有关于手工虾丸的 这道菜的菜股超级实用哦 自己在家也能做虾丸咯 不要太圈粉哟 B站上的小伙伴Christy Jean问我们说 虾丸凉水下锅吗 嘿嘿 你没有看错 就是凉水下锅哟 等虾丸全部放到锅里 再开火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试想一下哈 锅里的水 沸腾着 咕嘟咕嘟的冒着泡是吧 你挤了一个虾丸 啾 下去了 泡泡一冲咔全散了 虾丸变成了虾汤 所以冷水下锅是为了让虾丸不散 不过虾丸能不能成功 煮虾丸的技巧只是一个方法而已 没想到吧 看起来简单的虾丸 小要做好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相比于猪肉啊牛肉啊 虾丸的粘性不太大 所以在处理虾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虾泥肉摔上进 嘿 哈摔哈 注意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生粉作为助攻也必不可少 放生粉啊 除了可以让虾丸吃起来更加滑呢 也可以增加粘性 让虾丸易于成型 不易散 希望你的虾丸可一次成功哦 好了 最后的问题来自美容谣言的 甘蔗马蹄水 喝上一口感觉自己美美搭 微信上的小伙伴 我的眼眸深映着你的温柔 问我们说 甘蔗马蹄水是老少介宜吗 不太适合哪些人吃呢 哇 如此神奇的人儿 你是想做给谁喝呢 用你这份信 再加上甜蜜的糖水 哎呦腻到犯规了啦 甘蔗马蹄水先说说好处哈 都是有清热润燥的功效 甘蔗的冬天 来一杯 美容养颜 然后说说不适合的人群哈 碧琪 属于啊 碧琪就是我们说的马蹄哈 属于深冷食物 对于脾肾虚寒 可有淤血的人来说 不太适合 甘蔗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呀 甘蔗含糖量比较大 所以糖尿变人也要介咯 为了健康只能残忍的拒绝 就如此的美味了 对了提醒一下哈 这个糖水是不需要再加糖呢 因为甘蔗里面糖分已经足够了 再加糖的话 何止是糖量病人啊 正常人都过了 偷的 别说我没提醒你哈 哈喽 本期的五个问题 又解答完喽 怎么样 有没有让你长知识呀 当然了 如果你在看菜股的时候 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随时给我留言 我会在下期节目中进行解答的 哈喽 下面开始发奖喽 看看本期有哪些小伙伴 参加活动中奖了呢 微信小伙伴考得上 给我们叫来他的作业蛋白糖 哎呀 你做的可真好呀 你是不是今年考研呀 来你一口就要考上哦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 高颜值随机陶瓷餐具一份 另外 通过转发推送货奖的 五名小伙伴也有主咯 头像是一个像素建筑 微信名为夏之一的小伙伴 头像是一只可爱的小猫 微信名为很亨的小伙伴 头像是一名会拍照的美少女 微信名为丸子君的小伙伴 头像是樱桃小丸子 微信名为蓝蓝的小伙伴 头像是一个大眼睛宝宝 微信名为明月的小伙伴 恭喜获得微底图 陪你的365天 顶着台里一本 请以上六位小伙伴 按照微信名 加联系方式的格式 将收件地址 发给我们公众号后台哦 因为年近过年 所以本期的奖品 我们年后再寄出 请耐心等待哦 虽然啊 年近过年了 但是活动还是可以继续参与的 奖品也是不会扫地 两个方式告诉你 把根据我们的菜谱 做成好吃的 拍下来发给我 加上你美美的作业 下期节目中 我还是会抽取一位 送上随机样式的 陶瓷餐具一份 另外 将本条视频推送 转发至朋友圈 截图发给我 有五名小伙伴 可以获得微底图 本图就是我 特别定制的 18年台里一本 还是让我陪你365天呦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就给我点赞来投喂我吧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福气满满 下周六我们再约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